一分钟带你了解本集精彩内容,吴忠义发现田宽一郎竟然提供真实情报,很是震惊。 吴忠义为了找机会刺杀功成少将,就让铁边向功成义雄提议,邀请军乐队高奏凯歌迎接功成少将的到来。 吴忠义为了阻止功成义雄的暴行,就在他带兵屠村的路上,用功成少将佩戴的勋章将他引入预先设好埋伏的地雷阵,将其一举消灭。 吴忠文带人尾随运送枪支的日军士兵来到日军储藏军火的据点,但却中了前田的埋伏。 计划是刺杀功成少将。 功成的行踪是绝密的,但是他最大的可能就是坐火车。 虽然不知道他据点的线路,但是要到这儿来, 他只有这三条线路可以选择。 就这三条线路已经够我们忙活的了, 更何况,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出发时间, 就算知道具体的地点也是白搭。 这样,最近我们就住在这个点,随时接近目标, 工程的路线想尽一切办法打听清楚。 问谁啊,问得出来吗? 等吕秀文来,我跟他一起去看看。 你看,曹操来了。 田宽那儿,有新情况。 天宽竟然得到了工程要来视察的情报。 他说要发报给日军报务史的朋友问情报。 发报机我让他用了。 同时我让小四川监听 监听的结果是 他的朋友 的确给他发来了 工程来视察的情报 工程要来视察的事 知道的人也不少 或许鬼子觉得 这个没什么好隐瞒呢 情报里有具体工程 来视察的时间 什么时候 一个礼拜以后 怎么 和你得到的情报重合了 我和铁大当家的 从共争一准来套了话出来 推测是一个礼拜以后 后来渤海的情报也证实了 的确是一个礼拜以后 吴正义 我觉得田宽可以信任 在日军的士兵里 的确有一部分反战的人士 这个田宽 目前为止 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 正是因为他没有疑点 我才不敢相信他 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 说明他处处小心 我看呢 你也够小心翼翼的 这么大的担子压在我们肩上 有一点疲乱 就会导致战友的牺牲 不光是我要小心翼翼 咱们大家 都得小心翼翼 好 翼翼翼翼翼翼 关键的时候你还敢睡觉 田宽有什么动静 他就去上了个厕所 其他事都是老老实在屋台带着起的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怀疑错了这个小鬼子 我觉得他应该没了啥子问题 吴中医还是不太相信他 我说这个吴队长真的是刮兮兮的 他一心病长那么重呢 我再去探探天官 你继续监视 我还要监视呢 我在这儿都要发霉了 发霉也得监视 你继续监视 阁下 秦内军 有什么事 查内奸的事也要进展了 快 算来听听 内奸就潜藏在大北营里 这怎么可能 阁下 大陆已经得到了 宫城将军要来视察的情报 他们知道准确的时间 是在一周后 知道这个消息的 还有谁 知道准确时间的 只有阁下 您和我 除了阁下和我知道外 能知道宫城将军视察的 就只有大本营的人了 还有就是宫城一雄 他是不会出卖他的父亲 所以属下认为 问题就出在大本营那里 大本营里的人 每个人的身份都很特殊 我们无法查证此事啊 阁下 既然内奸藏在大本营里 那么他们在本地 一定有秘密联络点 所以我会把他们挖出来 抓住那些人 我们就知道内奸是谁了 敢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 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天宽 你府头还有一些啥子呢 我这家里还有我这妻子和我这儿子 我府头还有个老娘 这位家务队长 啥子家务队长哦 我是屋副队长 对不起 屋副队长 你想念你这母亲吗 想啊 咋够了不想咧 我现在都不像他老人家 狗队入侯了 那你有没有想回去看看你这母亲 还不是你们小鬼子祸害的呀 不把你们赶回去 我回家有啥子用的呀 对不起 我为我这儿冲暴说 翻下这罪行 向你道歉 你现在已经起研特命了 说明你还是有前途里 我跟你说句实话 小鬼子已经绷不到几天了 到时候你去回家 去看你老婆跟娃儿 我想这场战争 没有这么快地结束啊 不哭了 不哭了 你们这些小鬼子 一个我一个就杀光了 过几天 再杀一个少奖给你看一下 什么啊 功成少奖嘛 啊 不可能 他身边的护卫非常地安全 戒备鲜艳 以你们现在的军力 不可能吃啥的 嗯 你说的是实话 他的护卫确实是森艳 但是他来错地方了 他要是在别的地方的话 那我们可能杀不到 但是他在狂渠 他这个老鬼子就跑不脱了 活碎 活碎 老鬼子 肯成来的线路我们已经确定了 现在第一计划 就是在火车上下手 上次刺杀木村旅 也是在火车上下到手 鬼子这次一定防卫得更加严密了 少将出行 鬼子的防卫工作一定会做得很重要 无论在哪下手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找到鬼子最麻痹大意的时候 抓住时机下手 至于怎么混上火车 我们下面再讨论 万一在火车上刺杀不成功 必须对我们并有计划 根据我和铁拉当家的 从功臣英雄那摸到底 功臣少将的列车 会直接驶入矿区的车站 所以在矿区 我们也要做好战斗准备 太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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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这是正经生意 你抓起来 快 走 走 太军了 走 走 快 小鬼子 老子在阴曹地府做好兽医 等着你们 不走 小鬼子 太军了 本当是 你过来 你轻手 不过有 Va啊 你费民贵 收拾东西马上转移 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 我处理文件 我处理文件 还有点 думаю 连个火口都没有抓到 他们只有两个人 一个 在我的士兵冲进去之间 就放火烧了所有的文件 第二个 在大街上 拉響了手油弹 你们是猪啊 我叫你们去抓人 就不能悄悄地进行吗 好不容易监测到这个发暴机的位置 就是想以此为脱口 挖出他们在我们中间的间隙 现在线索全部都断了 不好意思 滚 滚 是 准备一下 我们要转移 出死了啊 伏击攻城少将的作战计划出来了 我们要集合 太好了 我那都是怪别丝了 那这次准备调动好多人呢 高国光旅长亲自指挥作战 你说会调动多少人 那肯定是打增长 那当然 保证你打得过瘾 袭击计划是这样安排的 现在工程的具体行程 我们无法掌握 但是有一个地方它非来不可 就是这个矿区车站 它要来矿区试察 它坐的火车必然要在这个地方停靠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消息人 懒懒鬼子 一定会在这儿不下总营了 对 又是一场硬仗 吴队长 这位是 这位是田宽一郎先生 你们先去忙吧 原来您就是田宽先生 我们要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提供的重要情报 阁下就是高五光 高旅长吧 久仰久仰 你猜错了 我这么年轻能当上旅长吗 保禄俊人才辈出 阁下虽然年轻 但是能够当上旅长 也不足为奇 这位就是高旅长的作战参谋 魏参谋 对不起 人错人了 实在抱歉 那么高旅长什么时候能到啊 高旅长还有高氏 你会见到他的 吴副队长刚才说得不错 鬼子一定会在车站 布下重兵保卫工程 但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想 高旅长的意思是 我们劫持一辆火车 在里面放满了炸药 只要炸药一响 车站就算布置再多的日军 也非乱成马蜂窝不可 这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 那打算肯定是大场面 对 大场面 就算我们浑水摸不到鱼 鬼子肯定也会掩护工程 向他们中心炮楼撤退 那时候我们再进行阻击 魏参谋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田坤先生请问 假设在车站 袭击工程程庄的计划 没有能够成功 那么车子到中心炮楼这段路上 日军的病令也不会少 魏参谋 为什么会有阻击日军的把握 天坤先生这么聪明 难道猜不出来吗 我都给他说了 那小鬼子的老口 得死一根筋 全部够回来 吴副局长曾经说过 这里是空区 天坤先生 快猜到了 难道是因为这是矿洞 不错 这些矿洞 就是我们对抗鬼子的 最大依仗 他们深入地下 长达数千米 这些矿洞之间相互联通 所以我们才能在矿区之内 神出鬼没 日军选择在这里跟你们交战 这是最大的错误啊 别的不敢说 至少在地理和人和方面 我们要稳稳地压上你们一头 咱们去 田官 我带你去田官呀 好 这小鬼子有问题吗 他一直没离开过小四川的视线 上厕所那点工夫 应该不至于把情报传递出去吧 裁缝铺那个据点被毁 我始终觉得和他有关 是不是小鬼子侦测到发暴机的信号了 如果他是奸细你们说 他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 把情报传递出去 这些矿图果然能够成为有力的作战武器 王军如果不派大部队来搜查的话 根本就无法发现这里的奥妙 就算你们派大部队来搜索 那也没得用 这个通道它平时呢是关到起立 只有等到有用的时候才会打开 就算你们小鬼子派三千个民来搜查 那也不能轻易地把这个矿图的通道给查清楚 你晓不晓得我们摧毁你们这个秘密藏库的事情哦 听这个 大部队和小乘司令官为时非常的恼火 你说你们 弄啥子秘密藏库嘛 你们肯定没想到嘛 我们有一个通道离你们那么紧 我们只要挖开这个通道 就可以直接杀进去你们的藏库 哎呀 你说你们 在外头写那么多矿子 没人想到吧 一个抛袋 就把你们都给砸瓜了 的确是非常出色的计策啊 嘿嘿 明天我们的高贵光旅上 就要从河特冒出来了 你说你们在外头写那么多的钢草 反不反得到吗 你啥子表情哦 我非常期待见到酒友的高吴光先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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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青天局 你怎么来了 工程局 有一件事我要跟你商议一下 什么事情 工程局 请跟我来一下 都走了 明天就要行动了 高旅长马上就要抵达了 好久没见高旅长了 真是想的 嗯 高旅长来了 高旅长来了 高旅长 旅长好 这位就是田宽先生 高旅长 终于见到您了 我又不是大姑娘 有什么好见的 高旅长 是这样 其实 我身负樊战同盟一个重要的使命 要跟高旅长讲 胡说八道 这位 别再是我忠诚的朋友 他怎么会来向我的父亲 工程局 我的意思是 铁边不一定暗算工程将军 但军约队一定要清查 我父亲明天就要到 这排列的事情是耽误不得的 工程局 到底是排列重要的 还是工程将军的安慰重要的 我端端地怀疑我的朋友 还要阻止排列吗 工程军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 八路刺杀工程将军的计划 一个是 列车炸弹袭击计划 另一个就是矿洞进行阻击 这虽然是一个很好的连换计策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计策执行的话 能威胁到工程将军的生命吗 如果有重兵保护我的福气 就算这样 八路也没有太大的机会 所以说八路中间 必然还会有一个杀手锏 我们在八路的中间 安排了一个棋子 八路刺杀工程将军的计划 就是这颗棋子打探出来的 八路军可能利用这个计划进行刺杀 这也是这个人推断出来的 反战同盟 有什么事回头你找啊 这件事情我要单独跟您讲 不计划 旅长 他毕竟是日本人 吴队长不能那么说话 日本人里有好人是不是 咱们要不信任他 他怎么跟咱们推进支付 你们都退下吧 我单独跟田宽先生谈谈 吴队长 我们就让田宽先生 跟旅长单独汇报吧 走吧 田宽 你给我老实点 这是我们旅长 出什么事 我饶不了你 走吧 走吧 仅仅是推断而已嘛 这今月定的事情 是前些天已经订好的的事情 我很想给父亲大人一个惊喜 如果仅仅因为推断而取消 岂不是太可笑了 大日本皇军的神勇 大日本皇军的智慧 难道 因为一个被炸的地下仓库 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 工程军 军约队的排练 可以不用取消 小泉司令官已经另外请了一支 军约队 全部都由我大日本帝国的 忠诚勇士组成的 工程军可以安排军约队照常排练 只是到了明天 我们把军约队替换一下 这样一来 军约队就成了我们一支骑兵 八路不会想到 我们在这里还安排了一支卫兵 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 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牌可以打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保卫 工程将军的安全了 要是这样 军约队 行 田冠先生 有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吧 高先生 是这样 我们反弹同盟有这样一个计划 如真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东西 用这么个破玩意儿就想对付爷爷我 现在你不是高国光 会功夫就不是高国光了 我告诉你 八路军各个会功夫 所以才能打到你们屁股尿流的 李正 第一组 给我去那里 第二组 给我去那里 第三组 进去 四组 给他一个 秦天阁下 所有的炸点已经安置完毕 是否炸掉这片废弃的矿井 秦天阁下 现在还不是炸的时候 但是 小泉司令官下的命令 是今天务必要把所有的矿井 完全地引放 小泉司令官已经被拔路吓破了胆 如果按他的意思办 我们就会与大功擦身而过 难道你不想立功升职吗 但是 如果让小泉司令官知道我们抗命的话 若是我们不立功 小泉司令官就会调任 如果我们立了大功 那是帮助了他 所有的责任 我自己扛 从现在开始 我完全服从秦天阁下的命令 说吧 你是通过什么手段 把情报传递出去的 不说 不说 看来我得给他上点手段了 不要用心 我都会刷他 这小鬼子还是个软骨头啊 与其 被你们这么用心 我祝我自己才满点比较好 这次有这位君子 你这个新鸡 跟我有点像 不过我跟你说 你还是赶快交代 你也晓得 我们不得把你放了 所以 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什么 我没有成立情报 我说你咋过也不老实了呢 是真的 我的任务 就是接近你们八六军高层 然后刺激刺杀 我是日军 知道你们不会信任我 所以如果成立情报的话 很有可能也是假情报 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刺杀 小鬼子说的话 能不能相信我 你一直跟他在一起 他有没有脱离过你的视线 那他上盲房的时候 我从不能跟到切才 我不是流氓 他上盲房的时间 也不够通风暴行 我看他说得是实话 如果情报没有泄露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按照 原定的作战计划之下 幸亏我放了他一手 都在清阅队里安插了内线 就算攻城逃过了阻击 清阅队里的人也会干掉他 原来是这样 八路太加花了 贼队军 你率领士兵把那些可疑的矿井 给我通通扎平 不让他们有机可乘 阁下 那样做 岂不是打草惊蛇了 将军阁下的安危更为重要 就算是打草惊蛇 也要这样才周全 这回我不打算射套 让八路军往里钻了 万一弄巧成竹 到头来 反而又成了对付我们的圈套 堵住他们的通道 以后他们也休想在矿区 进行破坏活动了 阁下 八路的旅长高国光 那可是一条大鱼啊 我们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 高国光 固然是条大鱼 它能比得上 功成将军更为重要吗 阁下 您说过 这次功成将军视察之后 可能就把您调往别处了 难道您真的甘心在 平平的位置上 怒怒一声吗 阁下 我知道 功成将军是带着 大北营的重要阵武来的 保护他是我的职责 毕竟全力以赴 但是 阁下 您再想想 无论怎样 不出十天 我们就以暴毒固为中心 全面清剿 拔落了鲁南根据地 这个任务 才是帝国战略部署的 重要任务啊 阁下 难道您不想一血前耻 亲手彻底摧毁 暴毒固八路军的根据地吗 难道您就不想亲手抓住那个 让我们头疼 让我们脸面失尽 让我们几乎身败名裂 拔落武功队的头子 吴忠义吗 阁下 军人以战斗为荣 难道您不想在重要的战事中 立下赫赫战功吗 阁下 吴忠义的上级 拔落的旅长高国光 就在眼前了 阁下 秦贼新秦亡啊 喂 你这个家伙 你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想赌博 阁下 属下不敢拿 攻城将军的安危来做赌博啊 只要是能抓住高国光 阁下的位置就能保住 保住了位置 才能抓住那个武中义啊 阁下 我们还有时间 只要完成抓捕高国光的行动 无论成功和失败 属下立即炸毁筐井 好 总之 在攻城将军到来之前 你一定要扫清不完定的因素 属下一定做到 阁下 有一些事还需要阁下收肯 什么事 在攻城将军到来之前 我要给中国人一个教训 送给他们一个大礼 快 快 快 走 快 李家村 人都到齐了 好 小妹妹 小妹妹 为什么要哭呢 太军 我们都是老百姓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我们只是老百姓啊 老百姓 你做过什么 没做过什么 我们心里彼此都清楚 我们罢了 你 我们不要忘我为什么要抓你们 Oakland 小日本 我给你钱了 走 喂 你们听着 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是为功臣将近献礼 才杀你们 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 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 那代价 就是你们老百姓的命 我给你拼了 走 去平沟村 你说你这个小鬼子 我们把你军算是对你更好的了 我们既没有逼到你 要那个情报 也没有逼到你去打自己的权用 你自杀虽然是家里 但是也是我救浪精神 你太不是好歹了 你还想赐赞我们的掌龟 你太让我赞个新的 行了行了 小四川 跟一个鬼子你娄嗦什么了 他但凡有点人性的话 也不能来我们中国善人 我是在教育他 教育他你懂不懂 他要是恢恨了的话 让他过来就把情报告诉我们了 白费口舌 我说你通常没耐心呢 我耐得理你 我说你们这些日本人 是不是都是网络副义啊 不怪咋个说 我们中国人也算是你们老大哥 帮了你们那么多礼貌 你们现在还反过来咬我们一口 你们啥意思啊 乌撒 这是战争 战争是云使用任何手段的 什么时候对 我看你们解释不要脸 你们解释亡恩负义 小四川 我没说错吧 那鬼子就不是人 跟他废什么话 如果小李他们不死 他们杀了我的娘 他们当然不死人了 乌撒 我请求赵摩坊 你是不是要逃跑啊 我倒裤子他 你以为博鲁军 不能略带俘虏啊 老子没打你 就不随S略带俘虏 行了行了 小四川 你让他去吧 你真让他拉在裤子里 你 莫是想逃跑啊 老子跟你说 你你你你 你到那边那个草重合得去 你蹲一下去 就开始摇那个草 老子要是开到那个草没动 老子就强毙你 老子跟你说个实话 要不是我们队长 还要我们强毙你的话 老子都把你打死了 既然被你们抓住了 我会承认我的失败的 不会逃跑 快 快起 游戏 老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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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二郎 叫谁二郎呢 你看他像吗 不说是不是 带进来 走 走 你看他是二郎吗 过去 田宽一郎 田宽二郎 原来你们是这样传递情报的 一个假装投诚 另一个就潜伏在附近 其中一个窃取到情报以后 利用上厕所一类的机会 马上换人 这么短的时间 写和口述都来不及 但是通过换人 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说得没错吧 知道我们让你们接触发暴机 只是试探 所以你们根本就不利用 得到情报的那一个 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 将情报传递出去 跟着我们的那一个 表现一切如常 继续获取别的情报 通过再次换人 把情报传递出去 真是好用意啊 连我都瞒过了 小鬼子咋也咋 也没有算跟我们怼仗 队长 对 我是八路军武功队队长 武中益 这么说 我们被你们骗了 你们骗我们再先 我们再骗回去 不过分吧 这么说 我们传递出来的情报 那都是假情报了 实话告诉你们两个吧 陷阱已经布置好 工程一来 保准它有来无回 所以啊 得谢谢你们传递的假情报 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弟弟 我们叫你口哑老戏呢 好 特使先生 小战为迎接工程将军的视察 已经做好了冲突的准备 有什么不妥之处 请特使先生指出 逼人马上开车 马上开车 刚才我们看过了 安全工作做得不错 我们这次来 是要看看服务方面 你们做得怎么样 要知道工程少将 是位出了名的美食家 逼人准备好了 最优秀的厨师和服务员 届时一定会让工程将军满意的 下次把他们都叫过来 让我看看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对 这些都是当地最优势的厨师 可不可靠 你放心 人绝对可得住 有戏 我们对你的表现 非常满意 不过工程少将 是非常挑剔的 为此 我们给他找了一位 更好的厨师 我们要去下一个站点检查 检查和准备食材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仔细 出现任何插漏 后果自负 请您放心 我一定办好 一定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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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车厢情况怎么样 现在小柜子搜查里贴一杯烟 如果我们要是苟结的话 肯定要就可以搜查 强带不苟结 我过去看看 我去 你和小四山先留在这儿 小文 我们走 一定要注意安全 现在很多柜子都没水足交 只能约紧我 你会尽力恨你 好 好 上车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站住 干什么的 送水 给我 好 找到了 李宗盛 摆一摆 摆一摆 队长 怎么样 小鬼子吃了亏之后 果然学精盟了 这回肯定不会像刺杀木村里那么容易了 哪咋拍了 你们不能被黑昏赏了 没有机会也得创造机会 你们带炸油没有 你们要是带了炸油的话 我请你 我给你们创造机会 这可是火车 一包炸药不见得管用啊 我这有这个 这有啥子 另一种炸药 拔斗 拔斗 行啊 队长 你咋想出这种啊 绝了 再够两个时辰就快饭了吧 这可比照样好使 这些 够他们吃吧 好 太好了 但是再住一会儿啊 就给小鬼子端过去 小鬼子就是唐叫啥子 叫拿锡掰带他 平时煮不得 要是煮了的话 那就是今天的起归胜 但是住好一会儿 魏财富 你先火一碗 我抱着你火了一会儿 明炊情似 去你的小四川 还是聊个鬼子喝吧 那你就先给脸上火一碗 你咱给老子 老子你敢喝 你敢吗 你没火了 你小四川因为这碗汤 是会在抗日工薪测上流明的 那还是要不无差口 要是寄小四川的话 拿口消电来 好 那就等我不上扣 好了 没事的 今天我吃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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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 誰的中間人 哪有 我 快點 快點 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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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我 啊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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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好 来 宮城教官 有邀請嗎 勉強快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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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 抢不走 我 我 你 你 找我 你 小四川 到处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情报 好 小四川 到处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情报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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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文道 火车准备减速了 准备撤 准备撤 幼稚 来 来 来 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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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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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碬 小鬼 小鬼 我找到了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報告 你怎麼回事? 宮城将軍 拉致死了 什麼?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 今回 視察の目的を 言えましょうか 他不肯說是吧 不說是吧 小四川 這一位 我家老足夠的了 我保證他活一口 就離開箭音 宮崎諸君 若不說的話 每日三杯飲ませるから 素直說的話 飲ませない それから 毎日を風呂を包丁する 屁股 封股 開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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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在山上 搜了一页啊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向大白银报告的 你们不是说挖到了八路的情报吗 如果都是虚假情报 由于你们的失误 只能我父亲被劫持 这仅只是黄金队伍里 亲大的效果 是我们上了八路的当 对不起 上当 仅仅是上当吗 前些天 你们不是说皇军内部有间隙吗 以你们一系列的表现来看 我怀疑 你们就是皇军内部的间隙 虽然我很抱歉 但是请你不要怀疑我们对天皇陛下的中长 你就是这样表现忠诚的吗 我因为你们的忠诚表现而损失才重 我的父亲 我父亲现在的人在哪里都不见到呢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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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腹自杀 你想用死亡的方式逃避责任吗 我告诉你 找不到我的父亲 就算你死了 也只能被钉在赤肉柱上 神社是不会供服你的杨领大 屁静 现在当务之急 是救出公中将军 是 李克把所有兵力派出去寻找我的父亲 要是绝地三尺 也要找到他 也要找到他 还要找到他 他要找到他 他是在哪里 他要找到他 也要找到他 这人呢 他要找到他 他要找到他 我们不能老把鬼子放在这儿 得尽快把它转移到根据地去 现在这形势走得了吗 就是 我们也不能好下歇了 现在鬼子都缝了 我们这人也不安全 找这个样子下歇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有人祸的动作了 不对的 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 把鬼子引到城外去 怎么引 咱们撤到剧店外面去 和城外的鬼子捉迷藏 鬼子找老鬼子也就是找我们 一旦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一定会穷追不舍 所以我们得化整为灵 在各个地方出现 斗的鬼子疲于奔命 那这个地方咋摆了 也不能全都撤到城外面去 城里也得有自己的队伍 对 城里得有队伍 不然鬼子要是精明一些 就会猜到人是在城里 我看 就让铁大当家的和铁姑娘 留在这儿 好 这儿 现在鬼子 还比你借责捞骨子弃了 这是一个最后的四季 等下大家就进跑了 就拢点焦火 走 神灵 στ织 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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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走 撤 报告 金人 什么情况 医院遭受袭击 丢失了大批药物 都压了 再也不发人手下去了 这几天以来 一共发生了十三起袭击事件 等黄军赶过去的时候 八路早就不见了重心 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永远无法找到我的父亲 工程师 所有的兵力都派出去寻找将军了 这才给八路可乘之机啊 静斩 我要的是静斩 不是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 你们就在这里继续等待坏消息吧 我要亲自率去 寻找我的父亲 如果找不到我的父亲 我就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杀 工程师 工程师 是 前队阁下 这可怎么办呢 八路四处袭击 就是为了隐藏他们的藏针之柱 害得我们皇军四处追击 追着八路跑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 等着八路自己撞上来 书下明白 可是 这个工程太军要是一路杀过去 会不会引得八路更对将军不利啊 我还是要做的 我会不会引得到你 你自己偷辑 你自己去解决 就算找到了将军 八路也会要挟他们 这是偷手机器啊 我们另是个目标 让拔路来进攻 如果抓到他们的人 这样一来 我们就有和拔路谈判的条件了 齐大军 放手去做 反正这件事 不管如何 我这个位置都是坐不下去了 在大北的怒火没发来之前 我们为大日本尽点力量吧 拜托了 为了帝国的胜利 浅田愿意肝脑涂地 誓死效忠 这帮狗娘养的又要下黑手了 这可怎么办呢 这鬼子的车全都派出去找老鬼子了 这现在全都是靠自己人推车 这小鬼子这车上装的肯定都是军火 干哪一票 这鬼子运军火是要干什么呢 你还管他干嘛呀 鬼子连现在横述啊 他是顾不上咱们 这小鬼子的军火都是好东西 这都送上门了 咱们不要白不要啊 要干就干票大的 那你想怎么干 跟着他们 看他们把军火运到哪儿 那地方好东西一定多 到时候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拿不了的就给他炸了 行 我可行 兄弟 陈长官 你请起联络我什么情况 工程少将是不是落在你们手里了 对 人死了没有 没有 这个人价值很大 怎么了 他有个儿子叫工程一雄 这家伙已经疯了 日本人找不到工程少将和你们的踪迹 这个工程一雄就带人挨村挨户地搜查 而且还放着话来说 如果找不到人 就要一个一个地屠村呢 可能你还不知道呢 昨天前田带人已经去了 李家沟 平沟村 大开杀戒呀 两百多口的人 一个都没放过 全死了 眼下 这工程一雄 正带人挨村挨户地找他爹呢 我担心这个家伙和前田一样 会胡乱杀人哪 鬼子现在是灭绝人性 完全疯了 天人杀了的小鬼子 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来 小军和前田 在工程少将被抓的事上负有责任 这个时候 绝对不会阻止工程一雄的 你得赶紧想个办法 拿个主意 不能让他们再这样 祸害老百姓了呀 兄弟 要不 把工程少将的耳朵割下来 或者剁掉他一根手指 派人给他们送过去 看这把王八蛋 还敢不敢再杀人 这解决不了问题 一老勇于的办法 就是干掉这个工程一雄 干掉的 能掌握到他心从吗 安能 行 这家伙已经出发了 必须干掉的 他很有可能过去伤害老百姓了 跟这种疯子不能谈任何条件 先对付他 至于这个前田 老子不会放过他 你罩了 来 咱们冲进去吧 这么着家伙看您眼红呢 就是啊 你看这段时间 这日均的每个据点脸 压根就没剩几个鬼子 咱们的弟兄们 轻松就能拿下 你就这么好的机会 被我们给逮着了 可不能轻易放过 急什么 先摸清情况再说 你还摸什么情况 也摸情况 你没看着那对鬼子 都已经走了 别耽误功夫了 你再耽误功夫 一会儿鬼子回来咋办 那就不好打了 要是你们的鬼子 人数比他们多怎么办 他们又有公事 就这么闯进去 不等于给他们送菜了 行行 听你的就是了 先看看再说 不给予这一事 你们听着 我知道你们都不是闹钟 但是为了长能 去送死 那就是传货 买 겁니다 公公卡下 发现里面的寻长 马林 这是父亲的寻查 他十分地真爱 在哪里发现的 在这儿 这里有脚印 一定是八路压着父亲经过这里的时候 父亲留下的寻找 前面是什么地方 前面是国庄 国庄 进国 姑娘和下 小心有埋伏 向国庄方向 进国 快 岳西哥 快点 快点 稳住 都起来吧 这就是敌军 被封锁道路埋了几个地雷 继续前进 这都观察这么久了 里边什么动静都没有 你到底打不打呀 着什么急呀 你们大当家的没教你们吗 打仗的时候要不怕死 打仗之前 越谨慎越好 我们越是小心 兄弟们流的血就越少 那你小心也不能小心乘车呀 就在这儿等着你打还是不打 抓住那两个鬼子 摸摸里面的地心 放开 你快看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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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是什么东西 我只是薬品 为什么要送给薬品 最近 我们不足备的队 八郎是发生的 很多地方 八郎是被吞吞了 所以我们将军队的命令 良い奥義孫子を避けるため 一部の弾薬と薬菌を 附近の経典へ移出してます これで自命的な打撃を下げます 経典の衆営は厳密か? 何人いる? そんなに言うと殺さないか もし嘘ついたら 絶対痛い目にさせるよ ヘイリーが足りなく 大変な一種とか 宮城 宮城閣下の探しに出ました まだ残り大半は 敗戦に行かせて ヨーダニーはただ ただ父親人です ヨーダナイのヘイリー配置教えて ヨーダナを通知することは まだ残りだったのは これは人間が遅いですね もっと発生したのは 都挺不错的 别光想着缴货 要想缴货 得打他们的军火控 好 那我们早知道去 别着急 把老鬼子抓了 送到根据地 这张派捏在首长手里 能打得更好 工程少将丢了 工程义雄死了 现在的鬼子到处都吃亏 我看小全这个司令官 快做到头了 我都知道李秀环他们 现在怎么样了 驾驾 这是什么 我们是武士排队 走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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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械投降 投你奶奶 胡说 大家把枪放下 会说我们日本话的 武队长 我们终于见面了 是你 错不了 乾宽君跟我描述了 我们打了那么多次的交道 终于是我笑到最后了 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 没错 功成将军的确在你们那里 可那又怎么样呢 你们中国人 有句话 使食物者为俊杰 你还是乖乖地跟我们合作嘛 少废话 赶紧给我的兄弟疗伤 老子就配合你 好 走 是 你说什么 吕修文被鬼子抓了 是咱 现在小鬼子满世界放话 昨天我们必须要用工程的老鬼子去换人 我说这个小鬼子 他们真的是刮兮兮的 他们把女脸上当成是队长机了 把吕修文当成我了 把吕修文当成我了 你看 naooo 媳妙 你不 kurz friendships